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回来了 今天一起来做smoothies 就是湿木雪或者是果西 采用了新鲜的水果来制作而成 效果出来呢 口感非常的浓厚顺滑 非常好吃 首先来准备香蕉 选择用熟了 而且它开始有黑皮 在坏之前呢 赶快用来做这个食谱 是最佳不过了 首先我们要去除掉香蕉皮 开始有稍稍的一点点的小烂 是没关系的 把它们切成一厘米厚的小圆 有一定的厚度呢 等下冷冻之后 它们可以耐冷更久 好了之后准备一个烤盘或者是浅盘 在上面垫上铝箔纸 或者是烤纸来防粘 之后我们要把这些香蕉片呢 摆放的靠近 可是是个别分开的 方便冷冻后容易取出 好了之后我们也准备比较熟的芒果 那么会更加的甜 更加的好吃 先把它们切片出来 上下这样子 沿着它的种枝来切 非常漂亮的颜色 那么把它们切成方块 记得不要切断它的皮 之后呢 这样子翻开来 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这些芒果块出来了 非常的美丽 之后呢 沿着它的皮这样子滑过去 我们要去除掉芒果皮 得到这个芒果丁 一样的把它们各自摆放 靠近 可是不要连在一起 好了之后呢 这些就是我们新鲜的水果 非常漂亮的颜色 把它们放进冰库 隔夜冷冻 冷冻好之后呢 你会看到它们呢 是已经动硬了 像石头一样 那确保呢 在它们冷冻之前 没有什么水分的 而且呢 我们今天要用椰奶油 不是椰奶不同的 把它们放进普通冰箱 隔夜冷藏 这样子可以帮助水油分开 要小心不要摇动 我们只要取出顶层浓厚的椰奶油 不要水分的部分 就只是要顶部这些 你看到吗 浓浓像cream一样的椰奶油 底部的这些呢 不要取 这些是水分来的 今天我用了新买的这个food processor 这个食谱需要用food processor 或者是power blender才可以 够强它弄出来才会浓厚 加入香蕉 腌奶油 还有巧克力粒 关好 今天呢 采用了这个food processor 冰沙的功能 中速搅水 大概搅一个几秒钟 之后呢 中途我们要停止一下 用刮刀把它们拌匀 这样子可以帮助快速的搅给它们顺滑 那么继续搅碎 一个强的破壁机呢 在1到2分钟内 就可以把它们搅顺滑了 我们需要快速的搅顺滑 这样子呢 那个水果才不会解冻出水 所以呢 搅好之后 你看是浓厚的 倒扣完全没有流动性 你可以用汤匙测试一下 你看到吗 非常的creamy 顺滑 而且呢 你可以这样子咬起来 它是浓厚的 非常的creamy 好像icecream一样 那么呢 趁它们还冷的时候 把它们倒入一个碗当中 就有我们的smoothie bowls 这个食谱呢 建议你们如果是在夏天的环境下呢 就开冷气来做更好 那么它是非常的浓厚的 所以呢 有纹路的 做了一些纹路之后 把它们放进冰库 再度冷冻一个30分钟 那么继续我们来做 刚才冷冻的芒果 芒果呢 非常的简单 只要加这个浓厚的椰奶油 就可以了 因为它本身蛮甜的 所以根据你所买的芒果 如果你的芒果酸的话 可以加非常少许的 寒暖 一样用中速 搅碎 搅一个几秒钟之后呢 中途停止一下 把它们拌匀 之后再继续 搅碎 直到它们完全顺滑 非常的快 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很喜欢这个food processor 浓厚的倒扣 也是没有流动性的 看一看 它丝滑 而且浓厚的texture 非常疗愈哦 你看这个 也是一样 一摇起来 而且它的颜色 非常的鲜艳哦 超喜欢的 很香很香 一样的 趁它们还冷的时候 赶快把它们放到碗上面 非常的浓厚哦 芒果 比香蕉更加的浓郁 非常的香哦 颜色也很漂亮鲜艳 好了之后呢 用汤匙来做一些的花纹 一样把它们放回冰库 冷冻30分钟 很疗愈 那么冷冻好30分钟 就可以摆上鲜的香蕉片 在上面 再加一些的蔓越莓干 给它一点的颜色 那么可以在旁边用汤匙 做更多的纹路 看起来更加的浓郁可口 之后呢 再撒上一些巧克力里 因为呢 里面就是已经有巧克力里 香蕉加巧克力 搭配是非常完美的 现在我们的芒果也好了 摆上一些的鲜芒果丁 或者是芒果块 再加上杏仁片哦 芒果跟杏仁是非常好的结合 再加上一些金瓜籽 它看起来就像金瓜泥一样 所以呢 我们的smoothie bowls就做好了 非常简单 而且容易的食谱 那么呢 把它们稍微放上一个 非常可爱的汤匙 双手摆在旁边 就是instagram photo了 那么这个食谱 非常容易做 而且呢 很简单哦 两个食材就可以做成了 现在来吃一吃 看到吗 是湿滑 是顺滑的哦 品尝一口 非常的凉爽 再加上巧克力的脆的口感 很好吃哦 非常香的香蕉味 现在搭配鲜香蕉一起来吃 口感更加好 很浓郁的 现在来尝试这个芒果 也是很浓郁的哦 咬起来看 很好吃 真的很喜欢这个芒果的口味哦 湿滑的 而且带有这个 coconut的香味啊 搭配起来啊 真的是夏天 夏天的天堂 现在来搭配鲜芒果 还有杏仁片 非常的好吃 杏仁片脆脆的 再加上芒果是多汁的 现在用汤匙来扫一下 我给你们看 它的口感呢 跟这个 啊 sorbet 还有ice cream 非常的相似哦 很顺滑 建议你们一做好 就立刻吃 是最佳的状态 希望你们尝试做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 视频请记得 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 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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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